現在政府透露可以考慮讓港鐵出資去建樓住人 那個計劃涉及108棟樓 一萬四千戶,四萬人入住 原則上我覺得香港穩定現在越來越難 可以利用到這件事,其實是一件好事 但是有兩個前設做不到,我就不會支持 第一個前設就是噪音管制的問題 也很慘 以前九鐵年代,我們火炭那邊,河東流其實一直搞不定 所以住在上面的人,到今天都覺得下面還是有噪音 但是最新的一代,譬如我所理解,在將軍路、日出康城那邊 好像就好了很多 第一個條件,如果港鐵去做這件事 一定是要確保用最新的科技 不惜資本,用那些蜂蜜式的隔音屏障 是令到上面是完全,真的不覺得下面有一個車廠 直接出入啊成啊,震動啊,什麼都不會有 那這些全部都是錢可以搭救的 第二樣東西呢,就一點都不簡單了 通常我們鐵路來說呢,就是一住夠四五萬人就可以有一個鐵路站 那對我來說呢,其實現在北大嶼山的交通負荷呢 已經差不多去到頂點了 那條高路呢,現在再有那麼多人進來住呢 根本現在塞車已經塞到的 那個鐵路呢,就是基鐵線和東沖線在分享同一條軌道的 因為過清馬橋的時候,它是限制住的 所以根本就一定要得那麼多的空間去行走那些列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我覺得呢,長遠計呢 一定要有第一條跨海鐵路 在屯門,下來東沖,接了那些人走 穿過大嶼山,出市區 那就可以舒緩整個北大嶼的繼續發展 那這個長遠了 短期呢,它一定要有個站在小桶灣的上蓋 那我也都理解過呢,其實他們是有能力 就是建了一個車站在小桶灣的那個車廠的旁邊 令到住上蓋的人呢,可能是變了最方便搭鐵路的一班人 那當然啦,去到最後就是 港鐵呢,我認為它是可以出錢,建了所有東西 當然它也要建回相當部分的公屋 那其他的私楼呢,它就拿來賣 那政府跟它之間呢,就要有一個協議 到底那個補貼啊,各方面啊,發展權呢 是怎樣去分擔的 所以如果做到噪音管制 那補貼也都可以確保,那裏會加多一個站 因為現在目前呢,我們只有東涌,東涌東的 就一直呢,就沒有了,就去到恩魯華那邊 那所以呢,這個站就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沒有一個鐵路站在那裏呢,我就覺得是很有問題 我未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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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真的有很多人 那麼在我身上看到 尤其他人在香港的偶像 發展權劇集團 所以其他的地方 在廣告一樣 有一些令izable 在新闕中,也就是 在內容 真的知道 你們也在討論 現在 那些人 只是 while 能不能再把声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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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订阅 能够订阅上的声音设置 它可以做到 它可以做到很滅的地方 但是我认为他们必须 订阅上建设一个设计 IG proving this involves a huge project talking about 14,000 family units with 40,000 people living there I think it would be a mixture of public housing, private housing of course if the public housing portion is high the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ubsidise the中央 MTR to build the whole project If the public housing portion is low, NPR may be able to fund everything themselves. So it all depends on the private flat split to decide the financial arrangement. But the key is they must have a train station there. In addition to the planned East Tongsheng Station, which is still years away. I'm not sure I understand the logic. If private housing works on top of a depot, surely public housing will also work, right? And I don't think we should give all the best locations to private housing.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portion of public housing because this is the part that we are really falling behind in Hong Kong. We need to get our hands on every bit of land to increase our public housing supply. So this is a good choic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один And the brave guy, and that would be a problem. one of the reasons you know goals with Broadwraps All this even 我來講 完全都不是說罕見 很普遍 所以為甚麼會說這條高鐵的隧道 會影響上面的人 或者有震盪各方面呢 我覺得這件事一定要去跟進 看看發生甚麼事 以我的理解 他們現在投資下去800多億起的隧道 一定是會考慮所有這些因素 是不是 我們現在香港有多少地下網絡在這裏 大部分 絕對來說 除非你說車廠上蓋 我們不是來不來都聽到一些東西的 其他就沒有一些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 所以你說 要不需要在香港段減速去舒緩這件事呢 這個就要留待 廣鐵出來交代 所有這些東西 那個音量的問題 如果真的有噪音 但他現在主要是講震盪 震盪呢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一個法例 關於震盪是怎樣去量化 是不是 但這些東西我覺得 很容易我們去找廣鐵去跟進 他都應該盡快在這方面作出一個交代 我都不想在這個時候 又搞出一些關於高鐵的東西出來 但所有這些東西 未經證實 也要一些專家去核實 到底是不是真的震盪震盪成怎樣 都要有一個機會 可以客觀地去討論這件事 因為他已經沒有完設的